基本上我只剩下最後一個沒有玩過而已 其他都玩過了 就是剩下一大堆結局這樣 喔!喔這個 暴力首頁可怕詩篇沒玩過 鰻魚是送醫院會另外一個結局 好 隨手悲傷傳說就是不要解支線 那我先從沒玩過的開始嘛 可怕詩篇 暴力首頁的可怕詩篇 你收到一封公函是東京哪個事務所寄給你的呢 很遺憾地通知你 我們的客戶就是你的主婦過世了 他葬你之前要求首頁 完蛋這是要復活還是怎麼樣啊 搶遺產啊 陷阱附帶了地址和訪客名單 你不認識其中任何人的名字 儘管如此你還是要去看一看 好 可以 我有個隊友欸是不是啊 玉美 異世界的地點檢定全部加1欸 這麼嗆啊 欸 他這個第一個事件我沒辦法去城鎮找隊友欸 糟糕我現在開始自己跟硬幹喔 跟著信件上的信息慢慢到了茂密的樹林中找到前往房子的路 老舊房子看起來好像被破壞又蓋了很多次 呃 暗所在地 欸有隊友欸 這兩個怎麼奶子都這麼大啊 扭曲的高塔在召喚著你 你凝視著他感覺力量消失 看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這個大男女的 整體素質真的都很爛欸 只有他的魅力8 如果我選那個敏捷很高的那個游泳 游泳隊的主將 他的魅力其實也很高啊 那我選這個大男女幹嘛 沒屁用啊 完蛋我 我被拽進異空間了 唉唷 這我沒遇過欸 荒蕪的廟宇 補堪著被遺忘野獸的大屍體 由於沒有牧師在收屍 他們的鮮血慢慢淹沒山谷 會沒有空洞器啊 什麼都沒有啊 怎麼那麼廢啊 開始攀燈神廟 你花了幾天攀營 你得到了無數金字塔 和大到無法理解的生物 的 你的某樣東西斷了 體力加上 喔 幹我體力滿了嘛 搞什麼啊 這什麼垃圾事件啊 這個事件可以解角色 我不懂 差一點時間 你最後找到了某個人 另外一個訪客 看一下喔 想問問他 是誰啊 看起來就好像是來爭奪遺產的那種 超級遠房親戚 你一輩子都沒見過 他突然就蹦出來了這樣 怪奇小說作家 對夫妻站在窗戶邊 男人不停自言自語 他的妻子用不自然的眼睛看著你 肢體在主臥室 你應該去祭拜一下 嗯 怎麼去啊 我不能去耶 只能再繼續探索 探索一下 選神家 所以我到最後大奶會被倒叉在 地上就對了 屍體剛撕掉的喔 這個我知道了 我理智一直扣耶 哎呦 這是我主部屍體啊 你拿著手帕 烏住口鼻進到黑暗房間 怎麼不能就這樣 把你叔叔的屍體放在那邊啊 如何祭拜 破爛走廊 我不會祭拜耶 開兩次拿到鞠躬嗎 祭拜錯誤會怎麼樣 會死嗎 你去問看看 還有另外一組人 喔 這羅魔啊是不是啊 一個肌肉發達的男人盯著你 傷痕累累的暴徒 他臉上有傷疤 小車子 好 我把我的給你 反正我不打算跟著做 手葉小車子 到著做吧 祭拜 鞠躬鞠躬拍手鞠躬 鞠躬鞠躬拍手鞠躬 祭拜屍體要祭拜一次兩次 十點祭拜 我現在要去祭拜 我檢查他的腳 檢查 我檢查什麼 檢查沒有用啊 你把紋身複製下來呢 這是黃金神威要搶黃金喔 他的腳底是 刻著什麼安依奴人的地圖之類的 搞什麼 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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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手 鞠躬 沒錯吧 鞠躬鞠躬拍手鞠躬 然後去看看晚餐 拿來的晚餐可以看啊 然後再去探索一次 怎麼又減李治啊 搞什麼啊 有戒指 加一力量減二李治上限 垃圾東西 看看晚餐 吃一點了嗎 服務房可以去看看 你立刻就認出這間房間 明顯是來自盜紙的照片 三年前有一個人把這邊 在這邊自殺 看一下衣櫃 我覺得這個 這個事件好 都謎團喔 墮肉刀 欸 讚喔 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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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我有武器 破爛走了 吃飯 吃飯的要失敗 什麼垃圾啦 吃飯都不會吃喔 呃 客人們對首頁毫無興趣 我應該再去探索探索 看一下時間表啊 12點是祭拜屍體 那我再探索一次 怎麼什麼都做不好啊 我不知道 呃 有一個雕像 讓你覺得很不可思議的逼真 來看面具 中 喔 水喔 第三隻眼看好不好 加速靈能行動 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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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他的我先裝備再說 我記得我第一次選大奶他是不是也帶這個裝備去死啊 好像 好像是喔 12點祭拜屍體 你祭拜一下 屍體勒 死 蛤 去書房看看 看來有人把傢俱都移走了 書房是空的 不讓生長的植物形成不安的陰影 那是有個人在這邊欸 這有沒有東西可以點啊 追鬼面具 可是這是女生的身體呢 我死掉的是主婦欸 鬼啊 回走了看看 怎麼人也不見啦 音樂好恐怖 如果是也沒有人了 大小開車要爆炸了 探索一下 嘰啾啾啾啾 我感覺被注視 完蛋又要撿 李治 我... 我不是我什麼也沒幹 然後李治只剩下十一了 突然面前的牆撫爛倒塌 一個渾身是洞的怪物 escol的出來 蛤? 靈能攻擊對這些怪物有用嗎? 好像沒什麼用欸 開手是有屁用喔 我只能打幽靈類的才有用對不對 所以我只能物理攻擊 然後 然後 命中鱼才35欸 哪一國廢物啊 命中鱼才35 我死了吧 我覺得 而且他是打理智的怪欸 這蛋奶怎麼那麼廢啊 有傷害 蛋奶真的很廢欸怎麼回事啊 嘖 蛋 只能再撐兩次攻擊然後他就死去死 偶然不斷的扭曲你被困在房子裡 你覺得你聽到其他客人在某處 但是你要冒著迷失的風險去找他們嗎 距離黎明還有三個小時 找一下好了啊 但是我不能回禮 這感覺很雞欸 跟著一個可疑的人進入了破爛的房子 這裡很臭只有兩扇門 銅力外射 搜索一下 搜索 喔 等一下 等等等等 先裝備一個 什麼東西啊 我 蛤 這是剛剛那個臉上有疤的人 怎麼變這樣啊 好小啊 戰鬥中不能裝備 這家伍是打體力的 那我想停不下來所以他把自己的臉給掰開了 這個應該還OK吧 一個回合打8滴還可以吧 這樣 好噁心喔 首頁即將結束 整個房子開始晃動的更厲害 連牆都崩塌了 解開了神秘面紗讓你震驚自己所處的地方 攻殺小 啊 先把手機從裝備上去啊 這樣啊 找他的牆壁後方是完全陌生的場景 有黏黏的怪物慢慢靠近欸 外面是不是有一張嘴巴還是什麼 一個聲音串入你的腦海中告訴你做什麼 你腦海中的聲音正告訴你應該做什麼 要把訪客殺了 還可以探索 我的選項只有殺訪客欸 什麼意思啊 我只能照著他做嗎 搜索看看 也不能搜索了 蛤? 一身訪客 一股無形的力量掌控你的雙手 你拔出匕首 被刺其他的客人 然後這什麼 尊重著儀式 什麼儀式啊 尊重著客出你的儀式 好啊 刺騙死亡? 刺騙死亡? 車架收到 轟隆的聲音在你腦內回蕩一直陷入黑暗 當你起身你發現自己躺在草地上 房子已經不見了 旁邊有一個裸體浮腫的老人站在你旁邊 他就是你死掉的祖父 這是要打他嗎? 他帶著粗糙的噪音 向你解釋這次的儀式 你非常虛弱 頭暈目眩 死去的數量必須不變 兩個人死 兩個人活 然後老人就消失了 什麼意思啊 你到底解決了什麼啊 你認為是叔叔的那個男人 欺騙了死亡 讓你變成殺人兇手 知道警察不會相信你這些真相 你最好把這個惡夢拋出腦後 這個事件好懸疑好 好困難喔 祖父應該是投向了古神的 懷抱 他已經死了 但是他跟古神做的交易就是 我獻上另外兩個人的命給你 然後讓我能夠復活這樣子 對不對 太怪小了吧 怪小東西啊 疑似要量死兩活 所以 確實是量死兩活啊 我殺了那個 臉上有8的 8加9仔嘛 對不對 還有最後一組 開門之後的那一個客人 剛好死兩個啊 他活著的就是我 還有誰啊 他老婆 活著人是我還有爺爺 恩 這個是 夢魘吞噬者的 我就 不灑粉亂過一通啊 這個已經玩過好幾百次了 我先去找同伴 要不然就是先補血一下 休息個 3 2 我的毀滅值其實很低耶 剛剛那個事件 還不到10 然後解決之後又扣回來了這樣子 來休息一下 然後 這個命中機率實在太低了 6 7 5 5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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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 又帶了一票 點亮蠟燭 地上有一個不尋常的符號 我覺得我們一直玩大奶的運氣都不是說很好欸 奇怪了 太誇張了吧 繼續探索 反正到醫院 讓他睡 反正到醫院我就不管了啦 尊試者我不要讓他現行就是好好過去的這樣 因為打他沒有什麼好處了 一個穿著護士服 臉色蒼白的女人叫住你 我們在辦捐血活動 好啊 捐血給他 蛤 蛤 我好有捐血都會失敗喔 蛤 他操作 操作針頭捐到那個血袋都灌到爆炸了然後都不停 在幹嘛北極喔 什麼事情怎麼都不成功啊 奶太大難度太高 買杯咖啡 看看冰箱裡面有什麼 太平間 準備戰鬥 人體稍微動了一下 1-2理智 欸 我怎麼不能攻擊他啊 這..這隻是零能攻擊欸 5點傷害 燃燒祭品可以造成7傷害 然後 靠北 搭兩隻好了這樣 剛剛我面具拿掉然後又出現了零能怪 屎屎也好啊 屎屎屎屎屎啦 死光來又扣我3理智 到底是什麼世界 這結局是這麼不公平 就找點習慣吧 提早也不用洗 媽的 時代特異功能 這個A結局怎麼解啊 就是他們三個學生拍攝 森林的短片然後不見了 我記得最後每次 是不是都在一個 洞那邊結束啊 我記得我之前有收集到 兩個結局了 這個老人叫住你 邀請你去他家 屋裡有一大堆法術書 他說我可以教你一兩個魔法 不用擔心 我也確定我們會搞定的 不要 呵呵呵 我不想學狗屎魔法 他竟然還拿書砸我 砸了我一滴血這樣 叔叔教你 不要 什麼龜甲萬枝樹之類的 龜甲腹 這個 這探索森林我沒辦法了 唉 這個只能快速帶過 太糟了 這邊 聽到灌木從後有響洞 你看見三個男人 每個人都帶把步槍 他們在找什麼 狗獵派對 從樹後跳出來說 欸我大奶啦 欸還真的欸魅力檢定成功欸 還真的是要找大奶喔 不會吧 欸你 你在做什麼啊 生理晚上不安全啊 喔 然後塞給我手電筒 叫我回家 太棒了吧 嘿嘿嘿嘿 太危險了這個神秘力量 簡易體力好 簡易體力還可以負荷啦 這樣也好笑 我想一下喔 這個戰棚事件我是 之前選過什麼 好像有其中一個會跳怪物出來的 不是剛剛 再探一下 隨著可怕的音樂 感覺森林之中聲音越來越近 喔這個我打過了 樂谷女 慢慢揍吧 嘔 嘔嘔的聲音欸 打了無用的東西 我已經50 欸到了嘛 之前哪一個選項可以用冠裝酸液啊 拿了磁帶嗎還是看看裡面 我記得看看裡面會有 那是警察還是什麼東西把我拉住啊 看看裡面 有欸 你這邊如果沒有帶酸液對不對 就像我解的第一次的結局一樣 會有人把你拉回來 然後算是救了你一命這樣子 它是一個巨大的眼睛死死盯著你 你被催眠了 繼續往裡面走 你越來越虛弱 怪物吸引你進去 好 倒算液 喔 你打開算液 把裡面液體全部倒進井裡 防止地基隨著怪物的眼睛灼傷顫動 你因為有毒氣體昏迷 牆壁開始倒塌 你醒來的時候 手裡拿著實彈 禮物已經消失 你等於是把那個 邪惡的菫給消滅了對不對 簡單來講啦 先看一下技能 隊友越多行動越快 嗚嗚嗚嗚 進攻行動速度加快欸 他怎麼剛好 這麼好的東西啊 哪一個比較好啊 喔 我有三個隊友 好 要衝 隊友越多我殺越快 對 生理池袋可以放包包了 包包沒有東西 回歐戰術 嗯 進化鰻魚這次選 直接送醫院嘛 對 上次是幫朋友戳眼睛 然後全部跑出來超噁的 噁到嚇死 我現在有四個朋友欸 版名也加入了嗎 進化鰻魚 這個進化鰻魚故事 你們已經知道了嘛 就是說 鄰居 他經常會帶一些 噁心的東西回來 然後這次是帶鰻魚 一些探索公寓 一大牌欸 看我要誰對我詛咒啊 看鰻魚 看鰻魚 有一定紀律體驗的回憶者 喔 好雞欸 多多去大家翻翻東西 你進到學校廁所 用水洗臉 忽然有吵雜聲音 一個隔間的門慢慢打開 幫他關門 看有人出來了 有幽靈欸 門慢慢打開了 有一個破爛制服女孩 站在那邊 呦這個我第一次看到欸 這首幽靈不是花子嗎 怎麼是這種噁心東西啊 這個蝦龍是鬼欸 打...對他砸錢 攻擊速度 確實有變快了 擊敗擊敗擊敗 擊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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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死了 有寶 失誠 鄰居在學校的辦公室完全沒有人 你找到了鰻魚的罐子 好 好 點二幸運 我還需要幸運嗎 拍掉好了 身上多帶點錢 看守公寓 嗯 我覺得速度有增加 但是 比起游泳健將來說 到底哪個比較快啊 你不想拉電梯 決定用樓梯 但是突然被絆倒 啊 脖子折斷的男人 喔 這也是鬼 他們打吧 休息一下 幹什麼 現在要衝進鄰居的家裡面找東西啊 喔 你的朋友是對的 有人試圖燒掉紙張 一定很著急 然後回去解讀燒掉的日記 這個我看過了啦 什麼什麼線上的鰻魚鎮有劫匪 他們會殺死所有旅客 然後把屍體丟進鰻魚壺 所以那個 鎮上的鰻魚都是吃死人的 屍體長大的 等於是一種 另外一種品種 噁心恐怖的東西 探索探索 好說有一次結局 不要啦我要救下朋友 欸 洗個熱水沖 靠北 明天早上衝進他的公寓裡 看看他公寓藏了什麼 好 難怪最近超鄉有一堆鰻魚飯 屁也亂講 航空演習讓你感覺安全的氛圍 但那些機關砲可以阻擋邪惡到來嗎 加勢毀滅 這什麼垃圾事件啊 想到你的朋友這麼愚蠢 試圖突入你鄰居的公寓然後你就睡著了 然後我現在要去找朋友了 版名一整天都沒出現 消失了 幹這打怪 我有這麼多隊友為什麼速度還快不起來啊 給打兩次了 又死骨 傷害久 他會少一滴欸 他會少一滴欸 我記得這可以加鏡子吧 還不對檢測 啊幹什麼 我要直接用了 搜索鄰居的公寓 直接選快逃就是一個結局 但是我要救朋友 這個朋友我記得以後的事件也會跟著吧 好像啊想不太起來了 檢查臥室 是 先去看鄰居的屍體 啊不對 先去檢查浴室 檢查浴室要檢一理智檢一體力 要北七喔 北七喔 有救到會跟 那送醫院應該 也 可以吧 上次我是選 直接幫他戳啊 我們要趕快去醫院 你還把民意警衝到了醫院 你的朋友立刻被送進手術室 好 睡著了 等他 蛤 我不幫他戳他會死喔 醫生已經無能為力 哈哈 要幫他挖眼睛才會 成功救到他 但是我要解別的 結局的話 他就是死了這樣子 吃屍體的鰻魚 會將軟殘在人的眼睛裡 你坐在公寓樓旁邊 你以後再也聽不到朋友的消息了 好糞喔 這個結局 好朋友都不見了 如果我選直接逃走 他是不是也是死啊 這樣想想真他媽 詭異欸 也是死 死因是送去醫院 很爛 那這個水手結局勒 你們在 欸等等喔 你們剛剛是不是說水手這個就是 不要去探支線 對不對 好不要解支線 我記得之前第一次玩這個故事的時候 海裡面那一團黑黑的生物 他就是需要人當成宿主 就是一個肉體 對不對 就是來找身體的 找替死的 這樣子 先去睡一個覺 對他們又上來找肉體 然後又回去海裡 我還去不知道找朋友啊 我覺得我現在62%是不是其實還蠻 有能力去浪費一下的 去找找朋友 好我選錯了 靠北 來點人啊 為什麼不能加入啊 不可能滿了啊 搞毛喔 浪費了死毀滅值 什麼都沒做成功 我不知道上線有沒有上線欸 不是有人說沒有嗎 打開包裹 幹 請問你詢問了好幾個小時 除了這個漁夫已經結婚之外 有個妻子 其他什麼情報都不知道 好啦老婆聊天看看 據說有一個失戀男孩的鬼魂晚上會在這條街出現 沒有蠟燭欸 徹夜調查 十字路口的美少年 有沒有看過 欸成功了欸 你等了一整晚 都沒有幽靈出沒 這只是一個都市傳說你感到很開心 到達漁夫房子已經空很久了 你往裡面看 被嚇到 痾... 痾...看到自己 毀滅的臉 用槍造成傷害 戰鬥中換裝備 哇...這東西對我都沒有用欸 痾...痾...痾... 痾...痾... 痾...痾... 9D... 9D... 壯齁... 肯定有其他人抓到過這種生物吧 開始... 問東問西 不行啦我覺得我這個事件過不了欸 我的毀滅值怎麼一下跳這麼多格啊 是因為有那個阻咒的關係吧 1971年的夏天 一整個班級的學生旅遊的時候 岩石崩塌 整個班級落入海底 屍體完全沒找到 直到現在 蛤? 敵人吹起來了啦 28滴欸 幹糟糕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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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棍 螃蟹們在吃著浮腫屍體 逃走會撿理智 抽走 撿體力 全身血痕 我還有血量可以面對這隻 BOSS嗎 我 我再去睡覺我就死了欸 太廢了吧 怎麼到最後運氣變超級差啊 找到了什麼小雕像啊 沒有啊 你晚上溜了出去衝到海邊 發生什麼可怕的事情 這邊有一個隱藏選項不知道是什麼 痾...這個我知道了嘛 被附體的漁夫 用船掛著燈充滿地平線 你看不清楚船上有多少人 被催眠呢 看著他們搖搖晃晃離開港口 你站在寒風中 一直看到最後一艘船也消失不見 整個世界再次陷入黑暗 你什麼都做不了 奇怪的歌聲還在你腦海中 你只好回家 這次完全沒有解枝線 也沒有發覺什麼事情的情況下 我連有黑暗生物來找漁夫身體 也沒有發覺 這就是最北漆的什麼都沒發現這樣子 這就是當說頭烏龜啦 這個結局 83% 我全部鑰匙都有了耶 我家裡怎麼有一個 什麼啊 這屌雕像喔 這 這 這是克蘇武雕像 但是怎麼看起來這麼像 這邊是蛋蛋 然後下面是屌啊 這什麼屌雕像啊 我世界裡面撿到的 小雕像就是這個 罵了什麼東西啊 屌塔 客總黑名單 我覺得我每次 選到一些這些女的我就覺得好難喔 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定要休息 不休息我就死了 遇到事件大部分是扣體力嘛 如果我隨小又遇到高橋先生的話 他的攻擊好像是加毀滅值 你被金屬門擋住去路 供電電燈發生故障 哇這要撩血啦 你必須將有故障的電燈插頭拔下來 好 欸 喔 成功欸 我的力量不知不覺升級已經加到9了欸 太誇張了吧 選擇我的第二個遭遇的敵人 選擇我的第二個遭遇的敵人 外村 耶 超能力 看VOD 之前有人闖進你的公寓 把你的線索和簡報都偷走了 你所有的東西都訂在這裡 選擇你第二個探索事件 我記得是吞噬 吞噬魔嗎 放眼線 繼續拍 快升級了欸 89% 我有手電筒 照亮黑暗 剛好又升級 大奶終於要出頭天了吧 禮拜敵人2點體制 再尬力量上去 必須攀 別死啊大奶 好這個要撩血 減二體力 敏捷不足 沒有高橋先生 我過關了 我過關了 我用大奶過關了 天亮了 太爽啦 大奶豬奇蹟 大奶豬奇蹟 恩 我總覺得驚險的地方還是有欸 雖然看起來好像沒有說 真的有非常危急的點出現 但是 不知道是哪一個環節突然好運就起來了欸 我覺得敵人很多 嘖 不知道該怎麼講 恭喜你安全的 暫時的 恩 我接受好多東西喔 有四個新成就欸 嗯 這樣我恐怖的世界所有的謎團 所有的謎團 基本上我都玩過一次了嘛 我現在 這遊戲中目前還沒接觸過的就是 比如說 一個事件的其他結局 就用 要不然這樣子啦 下次對不對 我就 選一些 還有其他結局沒玩過的謎團 然後來解其他的結局 然後選的角色就是 隨便一隻男角色 不要那隻八加九啦 就是別的男的角色這樣子 然後來解一些成就 或者是新的一些東西這樣子 可以嗎? 還有隱藏角我知道 然後 那個瘋狂小護士 我是不是沒有通關過啊 就是你 你們還記得嗎 他的運氣也超差的 我選他第一次玩的時候就死了 那個女的好像叫什麼 什麼咪啊 咪咪喔 呵呵咪咪 小護士什麼都不行 的確 那我先關掉啦 下次就照剛剛講的計畫去玩這樣子 喔咪咪啊 什麼咪咪啊 怪小名子欸 那我先關掉啦 好咪喔